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乔野同志 离开林通这么多年 这里的变化大不大 变化大 这么好的城市 我们绝不能让敌人破坏的 一定要好好见识它 小心 来来来 乔野同志 请 来 乘干事 不错 来 你们这林通市公安局的办公室 可比我那儿强多了 这都是敌人腐败没落的产物嘛 来来来 这儿还有沙盘呢 这也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好 来来来 请坐沙发 这沙发可软的了 周局长 乔副厅长已经腰部受过伤 坐不了软的 坐这儿吧 请坐 我坐这儿 给我煎一下食堂 小郭师傅 你叫下魏师傅 这里在 魏师傅 你做两个拿手菜 陈佳人 到时候送到我办公室来 好 乔野同志 我这么直接称呼你 你不介意吗 称呼我乔野同志 很亲切嘛 你是灵通人 那咱们就是老乡了 那可不是嘛 解放战争时候啊 我是跟着大部队走 打完淮海打上海 一直打到大海边上 广西 云南 广东 我都去了 但是不论我走到哪里 我还是会怀念 咱们这个家乡的 尤其是可口的家乡菜 那你今天啊 来咱们局里是来队了 怎么 咱们局食堂啊 有个老魏师傅 他烧的一手啊 好的淮阳菜 你待会儿就尝到了 好 对了 老周啊 你一提到淮阳菜 我想到我在灵通 还有一个战友 你这儿还有战友啊 那我们认识吗 叫桑义周 桑义周 是你的战友 他还会烧菜 我 我们这么不知道啊 我就是特意为 桑义周的事情赶来的 总之啊 这回我们 消灭这个反共 救国军 依靠了两个很重要的经验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充分发挥了 有觉悟的隔壁群众 第二个呢 我们公安机关内部 各个部门紧密地配合 最后才完成了这次任务 以上就是我的发言 好 灵通市公安局的经验就介绍到这儿 同志们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行 请 请问桑义周同志 反共救国军 他们是以什么形势进行联系的 他们为什么对灵通市特别感兴趣 这位统治 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 这个灵通那个地方呢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反动派 一直也很看重这个地方 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呢 他们派来了大量的特务 第一 他们是想瓦解我们的地下组织 第二呢 他们是想通过另外一种手段 来控制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来阻止我们大军的南下 一任的阴谋 过去不能得逞 现在他们以失败而告终 将来更是一败涂地 同志们说 对不对 对 这位同志呢 说得很对啊 但是呢 你们别忘了 国民党反动派 亡我之心不死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美帝国外主义呢 已经在仁川登陆了 国民党反动派 认为这是一个 绝好的反攻大陆的一个时机 所以他们肯定 派遣很多的特务 来到我们大陆 那作为一个 我们合格的公安人员 我们一定要 消灭他们 阻止他们 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 他们的阴谋 是永远都不会得逞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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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们谈话的内容 必须要保密 前些天我在省厅 看到你们灵通市公安局的资料 我发现 照片里的丧义舟 并不是我以前见过的丧义舟 这这 怎么 而且我也知道 以前发生过 真假丧义舟的事情 所以 我特意为这件事情 秘密赶到这儿 乔悦同志 你说 你认识的那个丧义舟 不是照片上的那个 这 当时我们柳航县委确实来了两个丧义舟 我们也多次向上级组织报告 请求协助调查 是啊 但是你知道 当时的部队在不断地整编重组 人事关系复杂多变 所以查一个人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情我深有体会 说实话 对丧义舟 我们一直是有疑问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一直没查出他的漏洞来 我已经把发现的问题 向省庭汇报了 为了把事实调查清楚 是由我亲自来进行调查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仔细地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陈漢士 准备记录 是 那就从 我们在柳航县委工作时说起吧 那是一九四七年 我和老周 分别担任柳航县委的书记 和现场 我们接到特为指示 说要派遣桑义舟同志 来柳航协助工作 之后不久 来了一个叫桑义舟的 这是我的派遣函 这回你来了好了 我们对柳航县的 敌后武装工作 就更有信心了 我们刚刚把他安顿下来 我们有一个游击队员 叫王阿宁 他又背了一个 负了伤的桑义舟 这个人 就是现在我们的桑副局长 李桑义舟 李桑义舟 桑义舟 桑义舟 当时我们也做了鉴别工作 把他们两个分别地隔离审查 可是他们回答问题的内容 完全一致 只是一个说 灵通特委被破坏 另一个说 灵通特委的同志都很好 好 我们当时真的真假难辨 后来我们又采取了 当场对质的办法 我是桑义舟 我是桑义舟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杜忠财 就在这个时候 马秘书来了 是他认出了先头来的 那个是假桑义舟 他叫汪丹成 是狗套 那你们就凭借这个马秘书的一句话 认定先来的那个桑义舟 就是假的了 我们也派人去灵通城里调查过 特委确实遭到破坏 他们两个提出的见证人都不在了 所以我们只能相信马秘书说的话 因为马秘书在抗战时期 就是特委的秘书了 对 那个马秘书现在在哪儿 他在跟我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牺牲了 牺牲了 是 就是被那个假桑义舟给杀害的 那个假桑义舟 后来成立了一支高飞游击队 高飞游击队 是啊 因为高飞同志 是当时灵通地区有名的侦察员 他冒充高飞 还留起了大胡子 在他那个游击队里边 他拉拢了一些什么土匪啊 还有酒楼的杂役一些人 我补充一点 先来的那个桑义舟 在马秘书的指认下 很快就招供了 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而且他还要求 带我们去他的联络点 但是 在途中他却逃脱了 那就是说先来的那个桑义舟 那就是说先来的那个桑义舟 不但自己承认了他是个特务 而且还逃脱了 但是没有离开林通 最后却组织出了一个 高飞游击队的武装 他在这之前是用桑义舟游击队的名义 还端了一个警察所 还杀死了一个日本人 那这个后来的这个桑义舟 都干了些什么 这个桑义舟也成立了一支游击队 而且也去端了一家警察所 当时我们为了分清一针一甲 这两个桑义舟 特地让潜伏在警备司令部的 方晓田同志 调来了他们俩在林通 袭击日本顾问 城关城西警察所的照片 对照二人留下的自己 结果 这三次行动的签名 比计是不一样的 这个冒充我的人 竟然把桑义舟的舟子 多洗了三点水 是因为我说跟你去别分开 竟然这么难便真假 刚确把我们俩都撑毙了 那种正义令人 视死如归的气概 只有具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 才能说得出 可是我们的会议 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 我们再一次失弃了 正是桑义舟身份的机会 但是这件事情 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啊 接着就是106团的起义 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 起义却失败了 动手 动手 当你 当你还要救命 所以你们就打死了 先来的那个桑义舟 因为你们认定留下来的那个 才是真的 对于桑义舟这个问题 我一直是有疑虑的 而且我觉得 桑义舟没有死 她还活着 你糊涂了吧 那不是房小天把她打死了吗 刘庆林死后 我们在她身上发现了一张字条 上面的字迹 和当年桑义舟留在墙上的字迹 很相似 你把刘庆林留下来的字条的字迹 和当年惠家大院墙上的字迹照片 送往赏厅 请专家鉴定 是 那有点有 行吧 姐 来 来 来 报告 周厅长 菜好了 魏师傅 你把这菜放进去 乔夫厅长 好 请办 好 乔业同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做淮阳菜的魏师傅 魏师傅 你好 他做的菜我们局里的人都爱吃 来 魏师傅 你把这个给我 你去忙吗 周厅长 我再做个汤吧 那好啊 你做吧 门子 老板 是书柴烟的 我是书药 陈匹药 有蝉衣吗 蚕头 蚕蛇 蚕肝 蚕胆都要好 有蚕酥吗 蚕头 蚕蛇 蚕肝 蚕胆你都要吗 喂 师父 您念到什么呀 小光 帮我把算盘拿来 算盘 对 赶紧去 上次要什么算盘 蚕头 蚕蛇 蚕肝 报告 来 汤来了 挪个位置 好 海米芥菜宝 各位首长 尝尝吧 喂 师父 我问你一下 这个鸡是不是得需要 掌握非常好的火候 才能好吃啊 其实也没那么难 油锅直接到七八分热 然后就把鸡肉倒进去 要大火快速翻炒 这样既能保证鸡肉的酥脆 又能保证 番茄酱的营养不流失 看来啊 咱们这个卫师傅 果然是个高手 卫师傅 你能够得到 乔府厅长的夸奖 真是不容易啊 首长姓乔 老周啊 老柳 这一次你们请我吃饭 是不是规格有点高了 你回趟家乡不容易啊 这也是应该的 这样 卫师傅 你帮我算一下 这一顿菜一共需要多少钱 首长 按实际的市场价值 这桌菜值二十二万元 但是如果说在酒楼 还要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要加上管理费 服务费 还有税收等 咱们这桌菜就值三十五万元 这么算下来还是挺划算的 老板是收茶叶的吗 卫师傅 在做厨师之前 是做生意的吧 我是收药 老板是买茶叶的吧 不 我是收药菜的 陈匹要吗 我只收禅仪 蝉头 蝉舌 蝉肝蝉胆 都要吗 有蝉酥吗 告费同志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认识 同志们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老魏师傅 就是我要寻找的真的丧义舟 而我呢 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个 鼎鼎大名的高飞 老魏 听说省厅领导来视察了是吧 注意保密政策 不该打听事儿少打听 这还用打听 看门口停的那辆街铺车不就知道了 老魏 听说省厅领导来视察了是吧 老魏 这会不会来调动老桑的呀 调老桑干什么呀 这开了一天的会了 估计啊 老桑要高升了 这次反特经验交流会 那都是铺垫呢 小婷啊 我劝你啊 现在就应该要考虑成亲的事儿了 要不然啊 那就是主舟的鸭子飞了 老王 你瞎说什么呢 我这怎么是瞎说呢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你是不知道啊 那些女记者啊 那采访三副局长的时候 那主动 那热情 老王 三副局长不是那样的人 人家丧府局长多正派 多专一 多神情啊 小田 老王 那省厅领导是谁 你认识吗 不 我不认识 就是这块银元救了我的命 后来 我去仁爱医院治伤 没想到 医院着火 也就在那次火灾中 抢救伤员的时候 我被受伤了 要不是毁了荣 我就进不了公安局 我早就被那个敌特分子 给认出来了 高飞同志 那也就没有机会 再见到你了 再见到你了 桑义舟同志 你所说到的苦难 只是无法想象 其实这些 我都可以忍受 最让我承受不了的 是身边的战友 一个一个地牺牲 李保全同志 韩正新同志 好汉 阿龙 还有刘清明 他一定是被那个敌特分子 害死的 还要给他扣上一顶 混进公安局里的 敌特分子的帽子 同志 同志们 桑义舟同志 把他这几年 所经历的磨难 都跟咱们说了 再加上 老周和老六 两个人所诉服的 我们完全 可以理解你的痛苦 以及为此 你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和不懈努力 但是作为战友们 我们负有不可推协的责任 桑义舟同志 赵女长 我也许在这里边说的这些话 不太合时宜 但是我必须说 我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过去由于我的失误 给你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 使我们党的事业 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 请你谅解 桑义舟长 你们灵通市公安局 现在有多少人 还有 以后你们在侦察工作上 怎么培养新手 给我介绍新手 是 是 桑义舟长 我们是很小 但是忙碌事很多 你有没有时间 到我们那儿介绍一下 你的经验 通过你的介绍 我们可以建立起合作关系吗 好好好 是啊 只要组织上批准 其实我早就想 有这样的交流了 一呢 可以提高一下工作 也能提高一下 我们的自身的素质吧 好准备 好像有人念叨我了 是桑夫人吧 胡说呢 婚都没结呢 哪来的桑夫人啊 桑夫局长这么能干 没结婚 骗人的吧 世界桑夫局长工作第一嘛 哪跟咱们似的结婚那么早 真是吧 你还没说呢 赶紧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啊 你看看 我是刚想要给你介绍经验 这两位同志就打岔 桑夫局长 您要是真没结婚 我们局里啊 有好多漂亮姑娘 回头啊 我给您介绍介绍怎么样 你看你 跑着给桑夫局长 当你红娘来的 人量的话 可得挑你的单位 最漂亮的女人 我让桑夫局长同意 我跟你介绍 最好的姑娘怎么样 你对啊 桑夫局长 周局长 过去的事 劲儿呢 过去吧 你坐 坐 经历了这么多 反倒让我觉得 其实伤痛是一种财富 它让人懂得珍惜 学会宽容 这一种财富 要说愧疚呢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 刘青霖同志 那天 我在急冒市场 跟踪那个散发反动 传单的特务时 偶然发现了沈家德 回来后 我见刘青霖一个人 在喝闷酒 我就上前安慰她 我想尽快帮她 找到证据 证明她的清白 证明她的清白 可是没想到 我真的很后悔 要不是我给她递纸条 她就不会去信德九家 也不会无骨牺牲 那张纸条 真的是你写的 对 活着的人 还有机会弥补 但是死了的人 只能留下遗憾 同志们 人们总是喜欢 把真理和谬武 混在一起去教育别人 而自己呢 却坚信着谬武 我们一定 要挖出那些 深藏在革命队伍 深处的那些特务 为我们的先烈们 报仇血恨 也为像刘青霖那样 无辜牺牲的战友们 照须 报仇血 高飞同志 我请求把抓捕 毒箭的任务交给我 我要亲手把这个 沾满战友们 鲜血的敌特分子 抓捕归案 便上校 请 好 报 请 国民革命军 第二十八军情报二处敏术 向田将军报道 敏上校 我刚看完了你的当案 二十八军邱军长 对你在军中的表现 评价很够啊 承蒙邱军长的台爱 敏上校 你对美军任船登陆 和朝鲜战局怎么看 美军装备精良 对付朝鲜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我想不费吹灰之力吧 朝鲜战士一起 对我们有何影响 我们有美国友军的北方牵制 光复大陆的好时机 就要来到了 共产党就那么好对付 都是一帮泥腿子 打天下可以 我想守天下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对独剑很了解吧 是 他是国防部在灵通的人 以前的代号叫三四八 虚本会战期间 是你一直在协助的工作对吗 是 我们在独剑的配合之下 已经捣毁了中共 在灵通的特委会议 消灭了地方游击组织 而且还瓦解了我军 106团的滑变 独剑对党国的忠诚度如何呀 非常的忠诚 他冒名顶替潜入了柳航地下组织 那儿的条件极其的恶劣 被他顶替的共匪也一直威胁着他的安全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之下 他还能顺利地展开工作 正可谓是我党不可多得的特勤人才啊 农力强不一定就代表着忠诚度高 现在是共产党占领了天下 这个独剑现在已经成了灵通公安局的副局长 我们已经对他失去控制了 属下在撤离灵通之前 布置了大量的兄弟在哪儿 会有专门的人跟他保持联络的 沈家德忠孝 显三少孝 就是你说的联系人吧 正是 他们都已经死在了毒剑的手上 什么 我记得 当时尚风只是让他深度地潜伏 不到万不得已 不用其用啊 现在的时机到了 我们要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开战 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功夫大陆的机会到了 现在立大功的机会 比台湾的美女还要少啊 我希望你不但要有运气 还要有能力 请将军指示 让你潜回灵通 启用独剑 不管他对党国是忠心的 还是扁了心 他都掌握着001大把的核心机密 任务都在这里 分清地用 完成使命 是 你干嘛呀 亲爱的 方小田同志 还给我 还给我 我不给 不给 拿来 给你 我才没心情看你们俩之间的天言蜜语呢 这是侵犯隐私的 而且还是领导的隐私 好了 我该值班去了 你早点睡啊 你快走吧你 好 你今天听到什么了吗 什么 我说 你今天听到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有听到 梅花表妹请注意 梅花表妹请注意 秋分时节 林叔要回老家了 秋分时节 林叔要回老家了 请安排吕社 请安排吕社 坐 龙兄 不 别来无恙啊 梅树长别来无恙 佳德和显三 没能来迎接我呀 他们会等过眷区了 兄弟我也是侥幸到过隐难 不过现在好了 有梅树长亲自坐镇指挥的话 就是烂泥路上开机车 捐头重来了吗 好 那今后 你我之间可要精诚合作呀 多仰仗龙兄了 不敢当 不敢当 梅树长 请 好 老桑同志 我来吧 没事 我在厨房已经赶习惯了 老桑 我越想我越对不住你 周军长 这怎么能怨你呢 要怨也只能怨我自己 对敌特斗争的经验不足 把自己在部队的那套 用到这条隐蔽战线上 是不行的 看来这个毒箭也不简单哪 据我所知 当年国民党军统里 有很多特务 是受过外国专家 严格训练过的 他们训练的科目 有射击 爆破 侦查 十分全面 关于这个毒箭 还有其他线索吗 老周啊 你还记得 我们曾经抓过一小特务 叫钱阿福 我记得有这个人呢 当时在审问他的时候 据他交代 三四八就是胡云海 是不是啊 老柳 你的意思是 再次提审钱阿福 看看能不能从他的嘴里 再挖出点什么情报 是啊 乔悦同志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认为这个想法挺好 咱们可以立即提审钱阿福 行 这事由我来办 还有就是 为了保护桑义州同志 老魏头的身份 咱们这次行动一定要谨慎 严守秘秘 今天晚上 桑义州同志休息 提审钱阿福的事情 咱们来做 好 好 继续吃饭吧 你说魏师傅还会回来吗 就是啊 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啊 你可回来了 快来来来 坐坐 来来来 你快跟我们说说 明天早上的伙食 到底怎么安排啊 就是啊 到底怎么安排啊 我不回来 你们连早饭都不吃了 不是 魏师傅 您这一走就好半天 大家都以为 您被首长调去省厅烧饭了 有这事吗 对 到省厅烧饭 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您手艺好吗 我告诉你们 灵通的菜没烧好 我哪儿都不去 你们看啊 这么大半天了 灭也没泡 灭也没活 怎么 都等着我自己干呢 魏师傅 您尽管吩咐 活着我们干 那赶紧动手 好 好 对了 首长们来吃饭的事要保密 不要让别人知道 好 明白 来 明白 赶紧干活 好 情况呢就是这样 我们呢会配合省厅 报告 进来 周记长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省厅的陈干事 这是我们的侦察科王科长 王科长 你好 陈干事 你好 王科长 你把关押的钱阿福带出来 交给陈干事 省厅领导要连夜提审他 好 我马上把他押到审讯室去 你就不用参加审讯了 你把人交给陈干事之后 就回办公室等通知吧 怎么 我 服从命令 是 陈干事 那就让王科长带你去吧 谢谢周记长 别客气 请吧 老王 我还以为这小田在值班呢 你干吗呢 挺悠闲的嘛 老王 什么人得罪你了 你好像在生什么人的气吧 我能生谁的气 我现在休息了 靠边站了 不对 我现在休息了 您再发牢骚是吧 那么要发呀 就把它发出来吧 憋在肚子里呀 会坏身子的 小田儿 你也评评理 你说这犯人让我押来 对吧 审讯却不让我参加 对我也欢迎啊 这不是明摆着不相信人吗 你说 谁呀 你可是资深的老革命啊 还能有谁呀 老周 周局长们 自从省厅的干部下来以后 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对我 老王啊 您消消气 我看周局长 他不是故意针对你的 那您先忙着 我先走了啊 昨天晚上 提审前阿福 咱们还是有收获的 关于三四八和胡云海的情况 他是从写三那里 道听途说来的 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至于惠家大院的事情嘛 是那个贾桑 引导他说出来的 他本人并不清楚那些特务 会隐藏在那里 如果说 是贾桑诱导他说出特务的藏身地 这也说不通啊 他自己也是特务 昨天我和高飞同志 参加审讯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贾桑诱周 自从当上了公安局的副局长 感受到了红色政权的优越性 就像与过去告别 而有鬼变成了人呢 他休想 说的没错 我们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敌人 蒙混过关 他潜伏在这里 就像一个电视炸弹 随时会爆炸呀 自从我到了公安局以后 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他 但此人行动缜密 很少露出马脚 有一次 我跟他绕了很多弯子 然后到了一个小巷深处 他在那里停留了很短的时间 就离开了 后来 我在墙角的地方 找到一块松动的砖 我发现 里面很光滑 这就足以说明 那里应该是 他跟特务联络了一个死信箱 还有一次 我趁他外出 潜入他的宿舍 我发现他的收音机的指针 指向敌台的波段 由此可以断定 所谓刘庆林的收音机的指针 也指向敌台 应该就是他做的手脚 方小田在第一次检查 刘庆林房间时 没发现什么问题 第二次的时候 才发现收音机上有文章啊 看来 看来桑义舟同志在逆境之中 还是一直没有放弃斗争 而且还给咱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至于那个贾桑 他一直没有什么动作 看来他是处在深度请服期 等着他的台湾主子给他下命令 高飞同志 在刘庆林的问题上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上次给他递纸条 引导他去寻找沈家德 以至最后导致他无辜牺牲 今天我郑重向党组织提请处分 坐 如果要说处分 那首先应该给我处分 就在贾桑去省厅开交流会之前 我还找他谈过话 我还为他和方小田 为他们俩的婚事撮合作媒 我请求给我严厉地处分 老周啊 你先坐下来 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很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 不要让你的情绪影响工作 同志们 那个贾桑 能处心积虑地要潜伏下来 这就说明 他们肯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 而且配合他潜伏下来的人 绝对不止一个 肯定还有 没暴露的同伙存在 公众要的是台湾方面 肯定会派新的特务 我们要从大局 来看问题 老周 你和桑毅周同志提出的处分请求 现在我一概不会理会的 等事情结束了 攻是攻 过是过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同心协力 枪口一致对敌 这样 老周 等那个贾桑回来以后 你还要像以往一样对他 不要露出任何破绽 这件事情一定要解释 如果再出问题的话 那就不能原谅了 明白 小丁同志 水生啊 你找周局长 对 有份材料 我刚去找柳正伟 他不在 桑副局长又去省厅开会了 所以来找周局长 我听办公室的人说 周局长开会去了 那好吧 那我明天再来吧 好嘞 再见 再见